爷爷 你快看呀 我抓到了好多僵尸 这里还有呢 最严重的是 我连这个僵尸的头和身体都被分身了 哎呀 哇呀 你这么厉害 今天爷爷要奖励你 想要啥 爷爷 我想要一样东西 你说吧 我想要十个红心十个关注 我想要人人都知道 我小七娃 不但是打妖精的大英雄 还是抓僵尸的大英雄呢 哎呀 你要的这个爷爷不识字 那是啥玩意呀 小朋友们 你们手里都有这个红心和关注吗 快点送小七娃吧 哎 这不是饮料机吗 真好 我这里有一门十元的硬币 我要买饮料喝咯 饮料机 给我出一瓶蓝莓味的饮料 啊 蓝莓味的饮料出来了 啊 真好 姐姐 我也想喝饮料 喝什么喝 看人干嘛你干嘛 好的 乔治 姐姐有十元的硬币 就给你买一瓶吧 好 姐姐就给你买一瓶橘子味的 乔治 你快喝吧 小朋友们 你们能再送十元硬币 叫我的姐姐也买一瓶饮料吗 老公 我的肚子疼 哟 老婆 你是不是要生了 走 我送你去医院 医生医生 快给我老婆瞧瞧 他肚子疼 哎呀 你的肚子这么大 是不是双胞胎呀 我先来听听心跳 正常 然后设下体温 正常 我要打一针麻药 然后实施抛妇产 哎呀 一对龙凤胎呀 恭喜你先生 是一对龙凤胎 这个小光头挺可爱的 这个小女孩有一只眼睛不太好 快给他穿件衣服吧 哎呀糟了 来得太急 忘带衣服了 小朋友们快帮帮忙送件衣服吧 今天咱们来玩发泄球 先给猪爸爸一个发泄球 再给猪妈妈一个发泄球 再给佩琪一个发泄球 再给乔治一个发泄球 哎呀 乔治的发泄球怎么不见了呢 乔治的发泄球在我这里 我这个发泄球最怕关注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关注我呀 关注发泄球就掉了 今天由我主持的拆盲盒比赛 这眼前有个大转盘 谁转到几就拆几号盲盒 好 我先来 我现在开始 转 转到6号 我现在就要拆6号盲盒 这是什么呢 哇 是一个小娃娃 太好了 我太喜欢小娃娃了 下面我来拆 我这是8号吗 我们就来看看8号是什么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是一个小恐龙 哇 我好喜欢小恐龙呀 小朋友们 你们想拆几号 那就快告诉我们吧 哼 我发现白雪这几天总是鬼鬼祟祟的 我今天一定要跟着他弄清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王子哥哥又说了我一只漂亮的口红 我也要把他放到宝箱里边 1314 打开 放进去 好了 走咯 白雪竟然在这里偷偷的藏了一个宝箱 我已经看到密码了 我倒要看看他藏了什么好东西 1314 我看看里面有什么 哇 这么多好东西呀 哇 一个漂亮的口红 哼 这白雪还挺臭美呢 还放了自己的一个画像 哇 这项链也太漂亮了吧 哼 肯定是王子哥哥送给他的 我看看还有什么 哇 还有两颗宝石 我要给他都拿走 啊 怎么还有一个戒指呀 难道王子哥哥已经向他求婚了 不可能呀 我再看看还有什么 咦 这个是什么 我打开看看 啊 王子哥哥的画像 哼 这个白雪竟然偷偷的藏了王子哥哥一张画像 嘿嘿 不过还挺帅的 哼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了 我要全部给他拿走 对了 小朋友们 你们谁也不许发送红心 告诉白雪是我拿走的 你